动物凶猛 三 作者王硕 朗读者 一白 下午 我们没烟了 大家逃都操够了一包烟钱 拆我去买 那些钱只够买一包光荣或是海盒的 于北贝拿过自己的军用矿包 摸出一张红色的五元钱 让我买两包好的 在院门口 我碰见了许迅的妈妈 这是我很懊恼 这女人在院里正直地出了名 对待我们这些孩子 就像美国南方的好基督徒对待黑人 经常把我们叫住当众训斥一顿 虽然她儿子和我们一样坏 可这并不妨碍她的政治 我敢断定 她十有八九 会把上学时间在院里看见我这件事 告诉我父亲 从中不难得出我逃学的结论 这个娘们大概一辈子没吃过亏 我买烟回来 他们正在屋里鬼鬼祟祟的商议什么 一见我推门进来 于北贝忽然大叫一声 笑着向我扑过来 没等我闹清怎么回事 她已经一把搂住了我 在我右脸蛋上结结实实 亲了一口 大家呼拉肥上来 看着我的右脸笑说 不想 没有样 这时 我才发现于北贝手里 拿着一碗口红 她本来准备涂得厚厚的 给我脸上盖个清楚的章 挣脱了一半 我便回来了 破坏了他们的计划 这是高进的注意 实际上这一初季 已经毫离不爽地 深刻地印在我脸上 在其后的一周内 她的双唇相当真实地 留在我的脸颊上 我感觉我的右脸 被她那一闻感染了 肿得很高 沉甸甸的颇具分量 这是猝不及防的有力一计 那天下午 我一直晕乎乎地 思维混乱 于无伦次 但就在那种情况下 我仍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分寸 不使别人看出我心情的激动 如同一个醉酒的人 更坚定地提醒自己 保持理性 我以一种超乎众人之上的 无耻尽头 谈论这一闻 似乎每天都有一个姑娘闻我 而我对此早就习以为常 他们仍然嘲笑我 说我看于北贝的眼睛都直了 说我爱上她了 于北贝也走上前盯着我的眼睛问是吗 我用力推开了她 她揉着胸 说我把她嗓疼了 在别人的怂恿下 她再次上前 咬亲我一口 我拧着她的胳膊 把她别转过身去 抓住她另一只挥舞挣扎的手 将她两臂反捡在身后 迫使其弯腰低头 快乐地尖声大笑 直到她疼得呲牙咧嘴都快急了 才松开她 她怒不可恶地冲上来要抽我 在别人的劝阻下 才没有真动手 揉着疼痛的胳膊 恨骂不休 别人也都说 我开玩笑太美轻重 后来她又转怒为喜 去亲许训和汪若海 我在一边愁着烟 看着他们调笑 心中充满耻辱和羞愤 那天晚上 我对父亲的盘结表现得相当无礼 我一开口便谈衰地承认了 今天没去上课 这似乎是她失望 她大概期待我 对此进行一番花言巧语的狡辩 她便可以痛快淋漓地揭露我 从而增强震慑效用 在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件之后 我他妈才不关心 陶穴会有什么好过呢 我已经承认了 你打我一顿得了 我不耐烦地对她说 我对那此皮肉之苦毫无印象 只记得夜里醒来 很久不能入睡 满怀对那一吻的甜蜜回忆 和对于北辈的深深眷恋 第二天我还是老老实实到学校去了 这是我的一个习性 当受到压力时 我本能地选择妥协和顺从 宁肯采取杨凤阴违的手段 也不停身站出来说不 因为我从没被人说服过 所以也懒得去寻求别人的理解 人都是顽固不化和自以为是的 相安无事的唯一办法就是欺骗 如果说过去我对上学只是厌倦 现在则完全是厌恶了 老师充满信心灌输给我们的知识 是那么肤浅和空洞 好像在我们的一生中真有多重要的作用似的 我觉得这个课堂完全不适合我 连坐在这儿听讲的姿态都显得那么幼稚 我在课堂里无聊地坐了一上午 认为已经给老师和家长足够的面子 中午一放学 我便偷偷背着书包流走了 路过那栋灰楼时 我只稍稍想了一下 那个令我神魂颠倒的照片中的姑娘 我在王府井南口找到了他们 他们在中国照相馆门前的树荫下的护栏杆上 做成一派 一边吃雪糕 一边盯着过路的姑娘 那时王府井南口的路边天天针集着 一伙伙传军衣的年轻人 成群结伙地追逐少女 或是干脆无所事事地待着 互相结交 一些严重的集体的欧事件 也时常发生在那里 到那去的年轻人 不论男女轻一色地穿着军装 那时军装的时髦和富有身份感 是如今任何一种名牌的时装 所不可比拟的 也只有军装在人民普遍穿着蓝色 卡基布或棉布制服的年代 显出了面料和颜色的多样化 国家曾为首批授与军衔的将校军官 制作了鹤黄 米黄 雪白和胡绿的卡基布 作蚕丝以及马库尼 黄泥子的夏冬军服 还有上等牛皮缝制的 右手右肩的高腰皮靴 这些都是值得炫耀的 使我惊奇的是 这些戴电间的威风凛凛的军装 穿在那些少年身上是那么合体 想来当时军官们的身材都很爱笑 这些穿着陆海空三军五花八门的 旧军官制服的男女少年们 在十多年前黯淡的街头十分醒目 个个自我感觉良好 彼此怀有敬意 闭逆众生 就像现在电影圈 为自己人隆重搬墙时 明星们华服盛装 聚集在一起一样 于北贝和他们在一起 同时在一起的还有另一伙人 他和两伙人都很熟识 那伙人也带着两个女的 大家混杂在一起说话 他看到我很友好的笑 全然没有昨日不快的阴影 我也对他笑 我们像老朋友一样聊天 一个很水灵的单身小姑娘 从我们面前经过 大家像看驶过的红旗车一样 盯着他看 高阳和那伙人中最漂亮的一个男孩 追上去一左一右夹着他嬉皮笑脸的和他搭讪 小姑娘只是低头加快脚步走 一声不吭 他们跟他走到新华书店大楼门前便扫兴地回来了 片刻小姑娘又从原路回来了 游游郁郁似乎有点不再敢经过这里 我们大家看着他笑 高进对于北贝说 你去跟他搭话 于北贝跳下栏杆就向姑娘走去 在不远处 接住他和他说什么 笑着回头看我们 小姑娘脸红了 看了我们一眼 又胆怯地缩回目光 我想他一定会过马路 从街对面走掉 可他始终站着不动 过了一会儿 他羞答答地跟着于北贝 向我们走了过来 发给你们吧 你们俩聊聊 于北贝笑着对我说 把我从栏杆上推下来 我实在很喜欢小姑娘的 娇羞动人的神态 看年龄 她比我还小 正是我在学校常常清末的 小宣传队跳舞的那型女孩 我问她是哪儿的 她说是少年宫合唱团的 又问她的名字 来往附近买什么东西 她羞得满脸泛红 眼神一个劲多闪 却始终面带笑容 在她面前 我觉得自己很老练 可再往下就没词了 不知该说什么 只是看着她傻笑 她倒很快镇定下来 不再害羞 另一会儿中的一个胖乎乎的男孩 口齿流利地跟她攀谈起来 一两句话 就说得她开心地笑起来 我们一点没注意街上情况的变化 等发现刚才还三五成群 遍布街头的 穿军装的男女少年 忽然都不见了时 一个民警已经带着七八个工人民兵 把我们围住了 我们被带到儿童电影院 那是民兵小分队的据点 他们简单搜查了我们的身上 然后让我们解下鞋带和骨腰带 有两个民兵帮我们泄往东风市场派出所 我们提着裤子 踏着鞋 像一对俘虏被压着 穿过熙熙攘攘的 王府京大街 很多成年人 诸步好奇地看着我们 于北贝虽然也提着裤子 踏着鞋 模样狼狈不堪 但神态像我们一样坚强 不屈不脑 那个小姑娘则一路哭哭啼啼 万分委屈 辫子不知何时都散开了 我真觉得 她给我们这一星人丢份 很想回头 呵斥的 在派出所的四合院里 我们被关进了三间通纱的北方里 一个个被命令 在地下蹲着 面朝墙不许说话 屋里已经绕墙一遭 蹲满了少男少女 刚才街上神气十足的那一伙伙人 大部分都到齐了 民兵们还在不断往屋里泄人 墙边已经蹲不下了 新到的便在地当间一排排蹲下 后来的就胡乱找个地方蹲下 面朝四面八方的都有 有的人蹲累了便悄悄交替挪动双脚 把双手放到膝上撑住头 我们低着头互相瞅着悄悄笑 有人放了一个屁 屋里响起一片滴滴的笑声 不少人抬起脑袋东张西望 受到看管民警的恶致 向疙瘩的麦子纷纷滴下去 就在这时 米兰和另一个姑娘被带了进来 我听到门口的一个女民警 恶声恶气的骂 臭德行 还多看红呢 我回头正看到米兰 在我身后顿下 女民警显然骂的是她 我看到她红着脸在笑 而她的嘴唇确实红艳雨滴 她比照片上要高大 后来 当我们都站起来时 证实了我这个感觉 丰满更加红润 发育得像个白种女人 这使她看上去 比我看的照片里的她自己 要大得多 后来 我再三端详她后 为她找到了一个恰当的比喻 她给人的感觉 犹如西餐中奶油 番茄汁 掺在一起 做成的那道浓汤的滋味 说实在的 她可能不比照片上的那个形象 更具纯粹意义上的美感 更令人陶醉和遐想 有一瞬间 我也怀疑他们 仅是相像 但我看她的第二眼 这个活生生的 或者不妨说是热腾腾的 艳丽形象 便彻底笼罩了我 犹如阳光时万物 长显色彩 她的眼珠像两颗轻盈的葡萄 在眼波中浮起 这使她随便看人一眼 都是一种迫感兴趣的凝视 和有所清新的关注 她在微笑 视察蹲在另一边 偷偷向她递眼色的预备背 我哭了 一进民警办公室 看见那个民警 在摆弄一副 增亮的手铐 就给吓哭了 虽然我进去前 再三叮嘱自己 哪怕他们吊打我 尽可以招供 但绝不能哭 可一进门 人家正眼都没瞧我一下 我自己却先挺不住了 看来以后 真是不能打定太多党和国家的机密 否则被谁抓了去 跑不了要当叛徒 我一哭 那个警察很反感 轻蔑地看着我 就你这样 还算在我们王府警一带 称王称霸呢 告诉你 什么镇灯市口 戳南池子 公安局全镇 说 哪儿的 叫什么名字 来王府警 想干嘛 我说 我是哪儿的 叫什么名字 来王府警 想买字典 去去 醒醒鼻涕走吧 以后少来王府警玩 警察草草问了一遍 让我认走自己的皮带和鞋带 又叫戴下一个 我连忙擦个眼泪 穿好鞋带 扎进裤子 灰溜溜的 贴着墙根 窜出排出所 我没有等其他同伙 先坐车回家了 路上 我非常生自己的气 觉得这事 要传出去自己 可没法做人了 那天晚上 我没有出门 像个女孩子 天黑就上床睡觉了 对父母十分驯服 既然我已经在一种 势力面前低了头 我宁愿就此尊重所有势力的权威 对一个已然丧失了气节的人来说 更坏更为人所不齿的就是势力 我多么渴望能遇见一个一起被捕的朋友 那样 我便可以从他看我的眼神中观察到 我是否暴露 如果没有我发誓 我要像那些仅有自首行为 并未出卖同志 或决心以后不再出卖的好人们一样 面不改色 心不跳的 成为最坚定 最不妥协的一份子 第二天晚上 我刚躺下 就听到窗外有人轻轻敲玻璃 我了解窗帘 看到许迅和于北贝 站在沙窗外的月光下 超无效 于北贝凑近小声对我说 怎么这么早就睡了 昨天怎么没来 我又难过又欢喜 飞快穿上制服短裤 打开窗户 跳了出去 落地时 于北贝轻轻抓住我的手 扶我站着 你爸又管你了 许训问我 都是你妈搞的状 我不假思索地 把两件不相干的事 联系在一起 使之称为冠冕堂皇的借口 于北贝在黑暗中紧紧攥着我的手 我也无意松开 很快两只手便变得 汗筋筋滑腻腻 他边和于我们并排走的许训说话 便用小指尖在我的掌心轻轻滑 我在路上迅速为自己想出了一个很巧妙的解释 不但可以掩饰甚至还能突出我的机制 我在派出所装窟 一片区警察的吊椅轻心 从而很顺利地脱了身 那种大回砖的老房子隔音很好 加上所有窗户都糊了黑纸 并拉上从里堂偷建来的帷幕窗帘 高进家从外面看上去 就像屋里没人 进去才发现坐了一屋人 灯光雪亮刺眼 人头攒动 任意嘈杂 夏天如此遮蔽门窗 室内闷热可想而知 男孩们大都只穿件小背心 肥大的军裤挽到大腿根 热得满脸通红 拼命扇着扇子 同时嘴里不停地抽烟 浓郁弥漫的烟雾使人忍不住流泪 他们各个表情严肃 阴悦地低声议论着什么 有人在摆弄钢丝锁 蹲得呼呼声风 我也立刻严肃起来 意识到一定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 这使高进高扬陪着汪若海 从里屋走出来 汪若海一脸伤痕 和红肿 高进脸色阴沉地对我说 汪若海 刚才在院门口 让六条的几个小晃截了 拍了几砖头 差点给花了 我二话没说 气势汹汹地 转身在屋里找家伙 所有的改锥 锤子或菜刀 包括水果刀 都被人握在手里 撞进书包 院里的一些上小学的半大孩子 都被动员来了 他们为大孩子的信任 有幸参加这次光荣的出击 激动的巍巍战力 走吧 高进下令 我看到他把一本日本三八枪刺刀 揣进鞋垮在胸前的军用跨包内 这是当时最专业的战斗装术 将带领一帮手拿锄头和镰刀的泥腿子 去打土豪的农会领袖 手中挥舞的 挤红巢子的薄壳枪 令人羡慕 大家乌拉拉往外走 你的别去了 在门口高进对于北贝说 我们骑上自行车 没车的就在前梁和后梁架上带着 一路摇着转铃在夜幕下浩浩荡荡出了院门 门口一些乘凉的家属和战士瞪大眼睛看我们 哎 怎么走 率队骑在前面的高阳大声问汪若海 被方方用二八猛钢车带在大梁上的汪若海 一直右前方 走 苍南胡同 在北京军区总医院院墙外 我们看到两座轰砖堆 吃手空拳的孩子们纷纷下车 搬下砖头在百游马路上拜为两半 一手搁拿一块半截砖头跑步上车继续前行 二十四路公共汽车站旁边的一处居民院路 正在修缮房屋 院门口堆了一堆沙子 和一堆白石灰 几个赤膊少年正在沙堆上脸摔跤 就是这几个 汪若海喊 我们立即在路灯柱下停车下来 那几个少年眼尖 发现我们撒腿就跑 沿着大街狂奔 见胡同就往里钻 静雅思评网站 分享到新浪微博功能闪亮升级 让每一次分享看得到也能听得到 想见成惊喜 快去试试吧